來看到是有民眾入住北市知名的新極飯店 結果用餐之後呢 身體出現了紅腫症狀 疑似是併發了蕁麻疹 後來呢 他氣得破文控訴說 飯店呢 並沒有好好處置 時間叫江柏君 哈囉 主播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畫面中的女子四肢 甚至到整個脖子都有明顯紅腫的疹子 知名女網友四號深夜 在臉書社團破文表示 自己在二二八連假 到台北大直的新極酒店入住用餐 沒想到在當晚吃了章魚漢堡薯條等等 在當晚開始出現搔癢的情形 深夜掛了急診 沒想到整個假期 幾乎都在醫院當中度過 甚至紅腫跟刺痛的情況 重複的在發生 飯店人員第一時間接觸處理 但他似乎不大滿意 PO文內容也提到 一直到後來病發自己的身體 出現徐麻疹的情形 飯店經理起初願意承擔所有的醫藥費 但最後改口必須要在醫生的診斷下 雙方協調後才願意達成共識 對此兩派網友論戰 有的人認為女網友 第一時間應該要報警 尋求第三方的協助 也有人說徐麻疹 應該是自己體質的問題 怎麼反倒怪到飯店身上 也讓這次的入住風波 在網路上掀起論戰